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持续蔓延 马来西亚当局表示 目前在陶且行踪成迷的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基金 伊玛发展公司舞弊案关键人物 大马华裔富豪刘特佐 可能藏身在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 CN援引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报道 马来西亚全国警察总长阿都哈密 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早新的消息是 刘特佐被证实藏在武汉 阿都哈密补充说 没有关于刘特佐是否在新冠病毒爆发后 逃离武汉的新信息 刘特佐据称是震动马来西亚的 数十亿美元腐败丑闻策划者 去年与美国政府达成了7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以终止美国针对他的法律诉讼 他仍然受到马来西亚当局的通缉 阿都哈密说 他已经要求吉隆坡国际机场对刘特佐是否反国保持警惕 他补充说 如果刘特佐感染了新冠病毒 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当局也向刘特佐喊话 他大可放心回国 我国拥有优质的医疗服务团队 迄今我们已有九人痊愈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 我看你一阶段 我看你一阶段